首先的話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順序裡面假設這麼多工作表裡面我們預知是有13個工作表 那13個工作表我今天假設我今天按照筆劃排序嗎 那我們只是知道說那個工作表裡面有一個排序功能在哪裡呢在常用裡面對不對 常用裡面有一個就是排序有個由A到Z A到Z基本上如果你英文的話會按A到Z 那數字的話會0到9 那如果是中文的話他會按照筆劃排序 這個是排序功能裡面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拿來用的話 可是你會發現你必須要先有一個什麼有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必須要建立起來所以我們要怎麼建立 你可以大概模擬一下第一個我們需要新增一個工作表 假設我這邊按一個新增工作表對不對 然後我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工作表名稱把它複製 Ctrl C然後到這邊Ctrl V 第二個的話呢再把柄假設第二個Ctrl C 然後再到這邊把它Ctrl V 那等於是你要怎樣 Ctrl C Ctrl V要 13次 然後呢做完之後你就可以來 按照A1然後把它排序一下 基本上它就可以排序啦 不過這些動作 假如你將來是會 重複性的會去應用到的話 那你就勢必要寫出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按鈕 一個一個副程式的一個程序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基本上 我剛剛講的這些動作基本上 前面我們都有寫過 只是說都是片段 片段 比如說第一個動作什麼 第一個動作是 新增工作表 然後新增到哪裡呢 新增到最後一個 那你這個腦筋裡面有沒有浮現 前面好像有 兩三個地方有寫過這一行程式 應該有印象嗎 然後 再來就是說呢 我要把工作表 分別 用回圈的方式 第一個到 第 總共是有 第一個到第13個 有13個 然後呢 把這工作表名稱 放到什麼呢 放到 這個欄位 這一個 這一列裡面 這一列裡面 一直往下放 放到13 這個好像 應該也類似 我們可以跑個回圈嗎